明偶 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支持白偉收睇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未加入觀眾或聽眾的範圍 記住按一下鐘底 也不想再重複 麻煩你來 合作一下 按個讚 還有本人陶傑的Patreon 還有爸爸偉聰 你知道我們這個知識分子 不是很習慣叫各位捐獻 或者付錢說不出 不過在外面的日子你也知道 英國據說電費在冬天又來 生活成本是比較高的 又說冰天雪地沒有錢開亂 真可憐 總之不說了 接著就說回這個證文 近年近來這幾個禮拜 香港特區的形勢很亂 自從我們風雲谷是向來都高瞻遠足 首先發現有一個大陸的 署名叫鄭海猴寫了一篇文 用大陸的康調去評擊香港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否是執行過渡 還有呼籲香港回歸國際和集資和對英美樞紐的角色 當時鄭海猴的文章出來我們第一個 風雲谷是拿來分析 那一集很厲害 因為很多大陸人供來看 我一集的點擊率是超過四十多萬 好像差不多五十 是的 成為五十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的人都有節目版 他們聰明的 春光水 香港有些盲無 這些東西根本不代表官方的 鄭海猴 who the hell 不過是一個什麼人民日報以前的記者 跟著好笑 就是大公文匯過兩天 真是有一篇著名的東西 含羞答答地駁斥回鄭海猴 說香港確實現在是有種種的暗藏的反國安勢力 所以國安法一定會去到底 是吧 鄭海猴的文章出了籠 香港還有很多那些 就是未知害怕的人就在那裡說 這些不代表他們的所謂的中央 現在呢 差不多都半年過去了 開始知道了 施永青 張炳良 還有呂大樂教授 還有代表 後面很多勢力的謝偉俊 最新的這個 厲害了 比較重磅少少 是官方的 直接開講的 就是叫做 第十屆中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理事長 喬聯副主席 都可以說是所謂的國家領導人 還有向來戰鬥格 這個叫做反泛民和撐國安 有一個戰狼風格的盧民端 這個盧民端呢 在一份知識分子報紙的論壇呢 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鄭炳雄財經論壇講話傳達重要信息 鄭炳雄是誰呢 是香港中聯辦主任 這個鄭炳雄呢 提到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後呢 盧民端就跟這位領導人解話 他說 香港在新時代對國家重大價值 不是作為鬥爭前線 而是依然 依然啊 作為國際化平台聯通中外服務國家 與英美修和是題中應有之業 這個很好笑 盧民端就說 突然間他發現 是不是 那個太陽是由東邊升起來 他說 香港原本應該是國家處理 與西方關係的緩衝地帶和橋樑平台 現在卻成了對美鬥爭前線 這是中央和港人都不願見到的 他現在突然間一覺醒 太陽應該是東邊升起的 跟著他說 美國對全球經濟特別是國際金融市場 聽著 有重要的主導性影響力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實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 奉行與英美市場接軌的普通化制度 是中國內地與紐約倫敦等 國際金融中心的連接點 因此 盧主席說 香港要發揮國際化優勢 不能與美國脫鉤 是吧 而且 他還怕這幫蠢才聽不明白 還說 在另一個論壇上 北京大學知名教授陳端鴻對香港提出 與英美修和從振國際聲譽的觀點 由鄭海侯至施永清至謝偉俊至盧文端 一條龍連接到北京大學所謂知名教授陳端鴻 赤裸裸提出香港要與英美修和從振國際聲譽 即是你三年下的那條路很狠狠 知道嗎 知道嗎 是的 你狠狠狠狠 現在盧文端告訴你 我們留意一下陶先生 你為何要打爛我債伯呢 我是柱南來的 你真正流露 我是知識分子 我說話是很斯文的 很可憐 但我實在太開心 我實在看這場戲的娛樂性爆炸 這些中國人在鬼打場 突然回來了 撞到頭都損了 然後有一個人說 為何你這麼笨 你一邊撞到一圈 撞到一場做什麼 我們留意 好東西寫個伏字 這三千年輝煌中國文化 我真是金塊下風 盧文端不是尋常人 留意他的組織叫僑聯 什麼叫僑聯 途三 稍後再解釋 但依我的理解 僑聯就是各地的僑領 一個聯會 唐人街或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僑領的組織 這就是他們的領導 他們的上線 僑聯做什麼呢 當然表面上是聯絡全世界 這些僑領的領袖 他們的組織 推廣中國文化下山三千字 但最重要的工作是統戰 僑聯做的工作 不是今時今日做 是由49年之後 一直都向外面全世界去收封 和全世界去了解中國大陸 這些地方僑領的公升 這些你對中國不了解 你就沒有資格講香港事務 你剛才覺得對 中國對於外面的華僑是有幾個部門 一個叫僑聯 另一個叫中聯部 中聯部不是中聯辦 亦不是中宣部 這個部門是比較低調 他亦都是長期 絕對外國的華人華僑 尤其在四五六十年代 在東南亞國家 包括泰國、印尼、馬來 向他們滲透 除了第一步是統戰 利用他們在海外的赤子 懷點鄉下 那種很天真可愛的 那種鄉仇 鄉仇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我在姐頭、我媽媽在那頭、諸如此類 培養他們對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認同 然後透過種種的資助 例如提供課本 提供中文教育 提供中文出版的刊物 來慢慢建構成一個地下共產黨組織 這些結果在1965年 被印尼總統蘇家樂一夜炒起 當時整個血雨腥風 屠殺了五十萬人 今時今日印尼不是共產黨國家 手起刀落 長筒不如短筒 另外李光耀也跟英國聯手 將馬共一夜產棄 所以你今天看到新加坡 為何晶晶日常 是一個文明世界 他是一個國際金融樞紐 對不對 李光耀的公職和問題 可以另案處理 很多人愚蠢以為李光耀是他們的偶像 這些是中國人來的 香港的親中 讀書半桶水那些 這個是另講 是啊 現在盧文端是國家領導人 他的重要性 一點都不限於另一位中國國家領導人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明白嗎 他這樣出來說話 是有份量的 其實一早 上面對香港的那些 前港英餘孽也好 土共也好 那種不滿的流浪率 那種輕裂 有一個名詞叫做 忠誠廢物 你以為僑聯真是在唐人街 農曆新年 安排那些武師助興 消化炮腸 那些是分支 那些是分支 那些很下游 或者 在英國唐人街 叫一群新界佬 回來叫你穿白衣 然後找藤條打人 然後沒有人封封露霧 是不是 那些封到 拿到錢馬上走 那些就沒事了 拿了錢之後不走 還要在處 還要探親 那特區政府警察就要抓 抓了十件八件 告暴動嘴 現在就哭冤枉了 這個是另外 現在他說了 香港呢 是要是一個叫做國際樞樓 不要得罪英國和美國 之所以現在告訴你 因為你這幫爛坦 包括這些什麼小花小雞雞 走去花園那裡 叫做盲無 撕毀美國國旗 現在美國是不得罪可以的 盲民端傳達 當然是不是他個人的思想呢 我覺得都不是 他是喉舌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那現在就閉就閉在這裡 附濟呢 已經踩到是一百二三十公里的時速 你叫他怎樣撕呢 那個壁匿呢 分分鐘已經拆了 是不是 我們看到很多那些文章 這幾段我們都和各位很開心的引述 打擊這個叫做軟實力 打擊這個叫做軟對抗 一定是要除惡無盡 要做到太絕 現在整個香港已經形成了那隻DNA 那隻慣性 他已經忍不住手 那你現在突然間叫做殺亭 整班人看一看他們的主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明明我現在在跑道那裡開車 五十米不夠 七十不夠 八二 現在突然間 即是Tom and Jerry 以前那隻卡通 U-turn 向相反方向 現在還要逆線行車 現在找他出來老老實實 下面那些所謂前港英培養出來的公務員 你叫你怎樣跟 對不對 盧主席這些文章 去到最後 突然間用黑體字 即是重點 黑體字是多餘的 是明報的編輯自己手行 黑什麼鬼看 是吧 你講一下 但是他裡面都很直接 講到香港的經濟遇到困難 股市低谷 跑輸全球市場 是嗎 引出國際金融一生為止的說法 你不是由亂及自由自及興嗎 樓市反覆下跌 政府賣地多次流標 儲備近年減少超過三成 是嗎 見了27年來最低 這些種種都是盧主席點出來 告訴大家 即是很嚴重 樓市反覆下跌 政府賣地多次流標 財政署被近年減少超過三成 建議27年最低 不是吧 又亂及自由自及興 現在聽說香港很好世界 即是盧主席告訴大家 你不要用政治字眼來灑 因為現在中央要看數 是嗎 因為香港的角色除了連接國際之外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的水庫 即是引入外國資金 或者是帶動投資的一個重要地方 現在你自己都搞不定 你怎樣幫國家呢 現在國家什麼環境呢 是的 那個地產情況 那個內銷不行 是的 這個盧文端已經說到很赤裸 是嗎 身為一個中國人 你看到這裡 你應該唸紅 為什麼對西方列強 這麼卑躬屈膝 但還嫌你們這些蠢才聽不明白 直接赤裸些 路三點 直接告訴你 習主席的美國之行告訴我們 香港需要 而且可以與美國修和 一事盡可能保持官方聯繫 而是拓展多層次的經貿和社會往來 這對於廣告和提升香港國際化平台的優勢 重振國際聲譽 極具重要意義 習主席告訴你 他怕你們這些蠢人不明白 習主席的美國之行告訴我們 香港需要而且可以與美國修和 一定要不能得罪美國 這是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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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嗎 下面那些小的 當場人家押著夢 不是吧 老主席 你們這個使徒使怎麼說 我們吃不透 摸不准 到底在這幹啥 習主席說突然叫你與美國修和 這樣就糟糕了 不是美國你想修和就修和 你現在過去扔回美國 美國 如你所說的 是黑社會 你對著黑社會 他現在已經整理華盛頓的經貿辦 是吧 小情大戒 你要與他修和 那個領埃 勞文端主席的講話精神 就是你要認錯 OK 可不可以這樣 美國大人 你暫時關閉 給我們守行為 暫時關閉三年 我召喚了這班大拋和回來 反正他們在美國都沒有事做 是吧 然後呢 你給我們一個機會 是吧 Give us a chance Just give us a chance Please Just three years We are going to behave 然後三年 你給我開回來 好嗎 美國總領事現在就在花園 你現在聽到盧文端 這篇這樣的重要指示 快點特區政府派個人 上去美國總領事 去修和 是吧 你修和 人家不修 是吧 是吧 晶片照樣抵制 OK 關稅照樣是維持高率 還有利息 還要拿你的命 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沒得談 我早就說過 幾年前 五年前我們在江陵頂說過 你香港你學人玩東西 是吧 金融那套陸頂記 你知是講什麼 第一 就是講新加坡 李光耀 第二 就是講你香港應該怎樣 是一個這麼荒謬 這麼愚昧的亂世 你不要得失四路的財神 OK Follow the money 不要爭 董建華也會說 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 不要搞到政治化 你現在什麼都是政治化 足放周庭也是政治化 你自己認的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你自己鬼打牆 盲中足走那條絕路 不斷碰碰碰碰碰 到頭破血流 現在你的主人 就說笑你愚蠢 我沒有叫你這樣 我沒有叫你這樣 李家超特首之流 你要讀一下歷史 不要說誰 不用怕 我現在 不要得罪人 我叫他讀歷史 因為在1899年到1900年 中國的義和團之亂的時候 或者你們當時胡青滅羊 任你們的建議 權匪 有一個封疆大理叫玉賢 當時是任山東直帝的長谷 這個是超級戰狼 如果你用現在的戰狼標準 他就是戰狼三百那麼厲害 當時縱容這個義和團的暴民 恐怖分子殺教民燒教堂 哇 當時這群人當他神這樣拜 覺得這個 憶然是愛國排外的第一名 義和團爆發之後 他跟著就成為民族英雄 雖然後面袁世凱接任 他沒得罪人 長話短說 最後八國聯軍入京 令到清朝差點滅亡 太后要走去西安 最後怎樣呢 李鴻章 就說憶然誤國 去談這個和約的時候 最後憶然是衝軍新疆 最後是刺死 這個戰狼三百 憶然當時就是排外 向八國宣戰殺教民的第一人 最後的下場是怎樣呢 當然當時來說他正視非常正確 親清愛國 但是可惜是不知天高地口 走去挑釁英美為首的八國聯軍 搞到八爺婆 慈禧太后和光水要去西安避難 結果那個鑊回來就由憶然背 最後八國聯軍嚴正要求 最扑街的就是這個憶然 點名憶然要交人 要你慈禧太后交人 慈禧太后就是這個棄補 不是周庭棄補 慈禧太后棄補 於是就把憶然在甘肅蘭州政法 真可憐 斬他的頭那時候 因為蘭州那些窮鬼地方 沒有專業棵子手 找了那些湯牛的來 一刀砍下去是未死的 結果那個憶然在那裡點藏點隻 搞到憶然旁邊的家丁不忍 搶了那把刀幫他主人 一下子才手起刀牢 洋人看到當然是陰陰笑 我們今天過了一百年 身為歷史學者 或者知識分子看到 就叫德淡笑 這些是中國人的Mentality 這些憶然是很愚蠢的 你知道嗎 即是用愚蠢兩個字 已經難以形容 所以讀歷史的人 是聰明一點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是聰明的 這些是有版的你看 百多年前的 戰狼三百憶然 都落得最後如此待遇 慈禧太后 慈禧一樣可以棄補你 慈禧怎會背 當然是愚蠢的 所以現在美國點名制裁的是什麼人 難道會制裁習主席嗎 不會的 連鎮英都不會制裁 不會制裁誰 就是制裁你們 是不是 什麼叫你們 看著的 看著的 你不要學了某什麼 白癡啊 你們是愚言A 就是你 愚言B 愚言C 愚言B 你們現在只不過是百多年前的愚言 是這樣的 現在美國只是很随 很忍手制裁 聲稱Propose制裁 49個 裡面很聰明的 這49個法官和律政司人員 在裡面 為免你說我種族歧視 有一兩個西人加鹹蝦燦 你知道嗎 你自己看一張名單 是有鬼佬的 或者是有洋人的 但是那把刀呢 就過了一艇 還沒下來 那個呢 是倡議制裁的 那個議案呢 還要過關斬場 但是點了名 過參眾兩院 參眾兩院 點了名 然後呢 你們那49個呢 很多呢 很可憐 小時候讀英國書 是不是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拿了一個叫做silk 然後帶假髮 是不是 然後呢 出入這個英美國家 吃了幾多個dinner 然後呢 懂得左手握叉 右手握刀 對不對 然後呢 懂得飲茶的時候 要將那個teaspoon 放在碟裡 然後黏著那個 那個杯柄呢 是要攔花手 就不是這樣 已經這幫人 已經戒掉了 對不對 所讀聖言書 英國的聖言書 所謂何事 現在突然間呢 是被英美 那個西方文明 去制裁 其實很痛苦的 沒得痛苦 現在這個世界很簡單 你沒得再吃兩片飯 陶先生 老母罵到你飛氣 這四十幾五十個檢控官 或者法官 以往游走兩片 正在吃中國飯 現在同時間又想扮 歐美文明代表 現在從此的世界 是沒有這支歌仔唱 你要是靠攔中國 你就繼續立法國安法 本來你有機會 執行國安法 不要緊的 你可以回中國大陸 你一樣可以去上海北京 很多東西 那些地方不差 那些食物不差 你不要再去倫敦 紐約 華盛頓 那些地方不適合你們去的 以後 本來美國持悲為懷 已經給了機會 參照陸頂記精神 你懂得做 當然是英國出賣你們的 英國你們都不想 我知道 當時你們媽媽聲 鬼不知道 你想英國續約多一百年嗎 這個不是你的責任 However 你們個個代著本居英權 或者澳洲加拿大 就是這樣那樣 英美文明國家 希望你看著李光耀和韋小寶 這些文學和現實的成功角色 就摸回你的線 你的屁股 是擺正在一個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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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全世界對香港人都合乎利益 也都是合乎中國利益的位置 但現在全部關閃 所以現在 就叫做 眾瓜得瓜 求人得人 現在這個難局怎樣 現在盧文端 代傳習主席 美國行的這個精神 就說 要和美國修好 怎樣修好 我都已經派了大兵上花園道 施美國國旗 說明你不收回那個什麼制裁令 我就天天搞到你跪低為止 是吧 這個呢 不叫美國低頭 就要叫他們走頭 這個叫港英必敗 我們必勝 那隻基因 是吧 婆婆上頭 怎麼辦呢 是吧 那盧文端這個指示 請問怎樣是具體落實 大陸老華製 朱鐵落實 到以李家超為首的 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團體呢 是吧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 上下無一人懂經濟 亦都不明白經濟和政治的關係 現在突然間說經濟 他們的意識 他們以為政治就是政治 經濟就是經濟 我一直在罵美國 一直在罵美國 說它是帝國主義 他一又可以跟他做生意 以為 但這支歌仔已經不暗長 美國已經清醒 和美國已經定了全球的策略 其實香港 香港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 你將香港不要放得太大 你將香港放得太大 其實只不過你是不判 美國在整個地球 特別是這個印太裡面的戰略 我都聽到你的一種想法 雖然這個盧文都要引述習主席 美國之行 對你這個香港管治團體的期望 叫你跟美國修好 我都聽到其實習主席 Don't give a damn about Hong Kong 他不理 他現在整個大陸都可以反轉 他不在乎你香港不能賺錢 這是另一種說法 事實上也是 是的 那種執行戰狼 可能聽到另一把聲 盧文端現在說習主席 因為他最後這段是要害 為什麼明報的編輯用黑體 說習主席 美國之行 那個精神 說你們需要 而且可以跟美國修好 就是說澄清習主席不是想香港彎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是他肚子裡的蟲 而且知道香港事 都知道 香港從來不是因為你厲害 是因為在美蘇冷戰之下 成為一個畸形的地方 好聽的就叫做一個特區 或者是一個國際城市 不好聽的 只不過是一個 好像二次大戰之下 短暫在這裏繁榮的 就是Casablanca 大家在這裏繞食 兩邊的勢力在這裏 同時需要一個香港的地方 只不過是那時候 短短的幾十年 香港把握了這個機遇 成就了香港 但是其實現在因為 這個美蘇冷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變成中美的博弈 和爭霸 本來香港 好彩的可以繼承 美蘇冷戰之下的 微妙地位繼續在這裏 但是對不起 一止錯滿盆街落索 現在你將香港 不是滿星法大財 你將它提升成為 鬥爭的最前線 好像努民端所說 不過我真的不明白 努民端指示 今天香港經濟面對不少困難 消費市道不景氣 經濟增長不斷下調 股市低谷 跑輸環球股票市場 喂 他句句在這裏否定 你這個叫做 由亂入治 由治入興 到底我現在信哪支笛 我下面是那些中國人的話 我信盧民端傳達的習近平精神 還是我信李家超 所傳遞的習近平 那個指示呢 我下面一個低端的中國人 低端那支 Hierarchy 我不是歧視 我指你的級別低 你知不知 下面接吊 這個出事標語 和跳大媽廣場舞 那些怎樣呢 原來你現在的勞民都認為 香港很不行 原來要抱回美國佬大腿 還有要抱回英國佬 happy 你猜中國大陸一直都不知道 香港是抱著美國大腿 但你自己又說 那是你講的 從來都不講出口 中英聯合聲明 已成歷史文件 我又怎樣和英國修好 是嗎 你把英國說法給我們 是可以的 我代表下面的低端 我還好不好 天天走去花園道 撕毀那支美國旗 我開了波 你現在叫我停 很沒面子 從來香港都是說笑 中國人沒面子怎麼可以 賺多些錢 現在你天天把香港 放上國際新聞 天天變成中國大陸 戰狼的刀尖 這種情況 你只是送香港去死 去死還是去生 等於你是泊車仔 其實香港是泊車仔 在兩個環球之間 那間夜總會門口 擺一個座在那裡泊車 泊了幾十年 賺了些錢 現在突然間 別人兩個堂口 你自己扮雙花紅棍 幹什麼 在欠地盤 你泊車仔不到你出聲嗎 是不是 站邊邊 大哥走在旁邊看東西 原來兩間夜總會的車 都是你泊的 一間大富豪 一間中國城 你泊車 你得罪兩間 同時 你站在那邊 在尖東撲了幾十年 古惑仔 沒理由不知道 是不是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複雜國際政治 就是一個尖東 這個黑道上的世界 還有 盧文端講話 提醒你們 不要再在樹海 用人民幣取代港幣 2012年有一個 金管局的前主管 是聰明不及 2012年 香港應該用人民幣取代港幣 現在你再說 出來說 是不是 人民幣 國際貨幣 現在堆壞這個 美元 可以取代 是不是 收了聲 為什麼 因為你上面這個 叫爺 是很飄忽的 是不是 他可以一個白紙運動 立刻 當作動態清零 沒有說過 一去動態清零 就是一個最大的政治任務 現在製造一隻 什麼資廢 資源體 什麼肺炎 什麼資廢 你又不知道怎樣 又不知道什麼指示 中國古代政治 從來這些帝王都是這樣的 慈禧太后 當初都撐光水 想改革 想引入一些 王族內閣 他後來都知道 後來都行憲政 知道大什麼 他不是完全獨裁專制 慈禧太后這個八爺婆 都沒有讀過書 但是他有些常性 但是你想行回 訪校英國行君主立 已經太遲了 那時候下面 這群反賊孫中山王興 已經要堆壞你了 不過這些下回分解 所以香港值錢是什麼地方 你要搞清楚 不是你那三千年文化 對不起孔子孟子 Totally Irrelevant 香港只是拍車仔 你香港今天唯一值錢 就是英國人留下的普通法 OK You like it or not 是不是 現在香港 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有美國 有東南亞 有歐洲捧場 不是因為你的膚色 不是因為你身上的那股味 不是因為你三千年孔子 孟子、孟子、老子、莊子 一直到俄頸橋底 打小人幾個阿婆 是英國擺下的 就叫做common law 講完了 你今天聽到的那些 在豐民高高 你聽到那些很多中環精英 你說是不是 你不敢說 我和你說 你長期就知道你們兩面人 你不敢說 包括那些親中愛國 現在盧文端跟你說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我叫豐雲谷 下次節目成為再來 記住 如果你覺得喜歡 加入日本人圖叫Patreon 還有 加入我們豐雲會特別會員渠道 拜拜 好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豐雲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 就突破30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豐雲會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陶生同胖Sir 每個星期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看以下的最新一分鐘精華 他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他就說 我明知道這些影片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搞 所以我就下了他 這位蕭盛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很低級的鬼變作風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是拿來建立他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 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可以說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的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會盡快和你截圖一件出來 是的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截圖一件出來 拿來做人質 沒錯 即是中國的情報系統的風格 是吸塵基風格 一後他多少斗屎垃圾 你認為沒有用 他全部全部走 他以後他會慢慢孕流 以及慢慢進入他的社會 一按便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條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和鮑偉聰衝心直說Patreon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